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根本没意义了 因为她受伤比较严重 至少比我严重许多 她的脑部和脊椎还有一条腿都受到了损伤 因此导致轻微脑震荡 以及下半身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对于一个五十岁开外的人来说 这些伤实在不算轻 而且还容易引发心脑方面的疾病 良辰妈本来就不待见我 如此一来 自然是更加憎恨我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 我下班 刚走出公司 就看到了良辰妈 面色不善地站在门口 我赢了上去 还没等我开口 她就大声说 你和良辰的婚事 我不同意 你赶紧离开她 别死缠着我儿子不放手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她特意跑到我公司门口说这事 显然就是为了给我难堪的 已经有几个同事注意到这场景了 再好奇地观望 我不想和她在这里争辩 所以就拖着她说 阿姨 咱们先上车行吗 我送你回家 有什么话可以在路上说 你还知道要脸呀 要脸就赶紧离我儿子远点 你个农村娘们 是不是嫁不出去了呀 所以就赖上我儿子了 我毕竟比她年轻有力一些 所以她挣了几下 没能挣脱我 于是 就慢慢咧咧地跟着我上车了 路上她言辞激烈地要求我和良辰分手 开始时 因为她是良辰的妈妈 我尽量容忍她 而她见我没什么反应 以为我是故意在无声抵抗 她就更来气了 所以越说越激动 话也越来越难听 后来我也来气了 我说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 您能不能别干涉呀 再者 您在我这儿撒什么泼呢 有本事您去管好你儿子呀 老太太被噎住了 随即她的火气更大了 上来一把薄住我的头发 想要对我左右开弓 我只好腾出一只手来抵挡她 我说 你疯了吗 我开车呢 我驾驶技术本来就很一般 一只手掌握方向盘 自然是心有余 力不足 车子一时间有些东摇西晃 忽然 我看到前面不远处的路口 开出了一辆中型箱货 赶紧踩刹车的同时 我出于本能反应 往自己这边打了方向盘 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受伤不严重 而良辰妈伤势较重 良辰没有埋怨我 因为她清楚 我没有错 虽然她很心疼她妈 良辰妈却不这么认为 她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如果不是我 她就不会差点把老命都打上 她问良辰 这女人差点害死你妈 你还要和她在一起吗 良辰说 妈 您讲点道理行不行 这事儿根本就不怪兵兵 我当然要和她在一起 我爱她 不能失去她 她妈狠狠瞪了她一会儿 然后说 行吧 良辰说 您同意了 她妈点头 不然 还能怎么着 不过 到时候让你媳妇好好伺候我 我这可是她害残废的 良辰点头 那是自然 媳妇最后婆婆天经地义 不过 你也别说得这么严重 您的身体会慢慢恢复的 良辰私下里对我说 媳妇 以后你恐怕要辛苦一段时间了 不过 我会给我妈请保姆的 不会让你太累的 我说好 良辰妈出院以后 我们俩就领证了 她妈就成了我婆婆 其实 良辰他们家条件也并非多么优越 当然 比起我们家来 倒是强许多 我出身农村 家境不好 父母好不容易供我上了大学 所幸 我还算争气 读书时用工 工作时努力 如今 收入还算不错 良辰他们家也就是城市普通家庭 她长相比较出众 身材也高桥挺拔 我们俩学历差不多 她收入比我高一些 当然 她父母都有退休金 虽然不多 而我父母几乎什么金也没有 顶多也就是六十岁以后 每人每个月可以领到几百块的社保 聊胜于无而已 良辰妈看不上我 认为我各方面都配不上她儿子 更主要的一点是 她有看好的姑娘 姑娘父母做生意 家里很有钱 姑娘喜欢良辰 一直在主动追求她 不过 良辰对她没想法 所以一直在拒绝她 姑娘于是就开始曲线救国 和良辰妈成了忘年交 对良辰妈极尽讨好之能事 良辰妈自然是对这姑娘百分之百满意 所以 她就大力想要促成良辰和那姑娘 然而 良辰不为所动 这令她妈十分懊恼 后来 我们俩相识相爱 良辰妈自然是极力反对 不过 她反对无效 良辰执意要和我在一起 于是 她更加迁怒于我 因此 她才跑到我公司来指责我 让我离开她儿子 当然 之前她也找过我一次 因为没效果 所以 她就升级了 改为大庭广众之下 让我丢人现眼 以便让我知难而退 结果 我们俩就发生了车祸 而良辰妈终于接纳了我 房子是良辰家买的 我出了装修费 公公几年前去世了 婆婆如今又下之不变 所以 只能和我们一起生活 良辰提出要请一位保姆照顾婆婆 婆婆不同意 她说 我不习惯让外人伺候我 咱们家也没那个条件 你竟然娶了媳妇 而且 我的伤势又是她造成的 自然得让她伺候我了 良辰已经不想再跟她辩解 谁是谁非的问题了 因为她妈强势了一辈子 她认准的脸儿 谁也改变不了 于是 良辰只好说 冰冰还要上班呀 她怎么全天伺候您呢 婆婆说 白天 我一个人在家 也没啥事的 给我准备好吃喝就成 我尽量少吃 傍晚 你们下班 我再上厕所 良辰看看我 然后说 暂时 也只好这样了 我也只能点头答应了 婚后 我的日子 直接就陷入了忙碌之中 当然 良辰会尽量为我分担一些 不过 主力军还是我 至少 为婆婆擦洗 帮她如厕 都是我的任务 他们尽管是亲生母子 但毕竟男女有别 即便良辰不介意 和自己妈赤诚相见 肢体接触 我也不愿意 所以 只能我来做了 再者 良辰工作比较忙 下班比我晚 还经常有应酬 所以 她也是心有余 力不足 我每天要早起做饭 还要把中午饭做好 装在保温饭盒里 把开水装在保温杯里 一起放在婆婆床头 以便她可以伸手够到 下班以后 要先帮她解决如厕问题 有时候还要处理她的大小便 她虽然白天吃喝较少 但也几乎做不到一整天 都不大小便 我给她的床上 铺了成人尿布 即便如此 清理起来也是很麻烦的 而且 不得不说 成年人的排泄雾气味 实在是难闻 每次 我都是强忍着反胃的感觉 用着头皮 给她清理床铺和身体 而帮一个下肢不能动弹的 成年人上厕所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婆婆体型比较胖大 而我虽然并不瘦小 却比较单薄 所以 我半服半抱着她 真心是相当耗费体力 我要用尽吃奶的力气 才能撑住她 每次帮她上完厕所 我都会泪出一身汗 安置好她以后 我再洗手做饭 婆婆口味比较挑剔 经常要吃一些 做起来比较麻烦的饭菜 而且 她或许是因为 心情不好的缘故 总是对我无端发火 当然 在她看来 并非是无端 因为 她始终认为 是我害她这样的 所以 她就应该折腾我 有一次 她把热粥 泼到了我身上 差一点就泼到我脸上了 我当然很生气 梁晨也很心疼我 所以 她责备了婆婆一顿 婆婆很委屈 大哭起来 而且 还寻死逆活的 梁晨说 还是给您请个保姆吧 她哭着说 你没听过 好些保姆 都虐待老人吗 你是不是 巴不得保姆 来虐待我呀 把我虐待死了 你们好过清正日子 是不是 梁晨说 那只是个别现象 再者 您又不是神志不清 谁敢虐待您呀 反正 你要是给我找保姆 我就死给你看 我说到做到 梁晨 还真不敢再提这茶了 只能安慰我 让我再忍耐一段时间 等她妈身体慢慢恢复了 也就好了 梁晨说 等她身体好了 我们就可以要孩子了 生两个 好吧 我说 她要是一直不好呢 梁晨说 瞎说什么呢 我妈肯定会好的 你就忍耐一下吧 老婆 凡事先苦后甜嘛 说不定 我妈慢慢就会被你感化的 以后对你越来越好 有可能 她这样是在考验你 婆婆没有要好的迹象 她一直说 下肢没有知觉 让我给她多按摩 晚上 她总喊我 一会儿要吃这个 一会儿要喝那个 当然 这种问题 梁晨可以给她解决 但是 到了晚上 她或许是吃喝比较多的缘故 总要上厕所 有时 我过来的不及时 她就直接排泄在了床上 收拾起来 相当麻烦 我晚上睡不好 白天还要工作 半年多下来 我感觉 自己都要崩溃了 梁晨说 老婆 要不 你干脆辞职得了 全天在家里伺候妈 不用工作 你还能轻松一些 我当然不想辞职了 梁晨说 咱们俩 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要孩子了 到那时 你也总要离职回家的 不如现在 就辞职算了 等妈身体好些了 你就在家怀孕生孩子吧 赚钱的事情 交给我好了 开什么玩笑 婆婆的身体 短期内 可不像能好起来的样子 我一边伺候她 一边怀孕生孩子 带孩子 我是超人吗 梁晨说 你怀孕期间 可以请保姆的 或者 让你妈来照顾你 困难 克服一下就过去了 咱们都不是金枝玉叶 没那么娇气的 你说 是不是 没错 尤其是我 用婆婆的话说 农村娘们 或许 在她眼里 我就是保姆 虽然 她也并不比我高级多少 论素质和文化 她连我这个农村娘们都不如 婆婆 也不同意我辞职 她心疼她儿子 怕梁晨一个人赚钱养家 太辛苦 这正合我心意 不过 她越来越难伺候 只要梁晨不在 她就处处找我查 甚至 对我破口大骂 经常出其不意的 随手抓起一样东西 就往我身上扔 有一次 她趁我给她清理 被她搞得一塌糊涂的床铺时 顺手 抓起一旁的直楼 直接扣在了我头上 那里面 正好装着 我刚刚 扔进去的卫生纸和粪便 我跑到卫生间 大吐特吐了一场 吐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从小到大 我没经历过 这么恶心的事情 清洗干净 从卫生间里出来以后 我忍不住 冲她大吼大叫 在梁晨面前 她就控诉我的种种罪行 哭得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自然是据理力争 搞得良辰 十分头疼 她工作压力 本来就比较大 家里再有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妈 成天闹腾 她实在是 有点不胜其烦 虽然 她相信我 但是往往 谣言说一千遍 就是真理 她妈说的次数多了 而且 又说的形象逼真 她 也就有些半信半疑了 所以 有时在她妈面前 她也会不耐烦的 指责我几句 但是过后 她又会跟我道歉 即便如此 我也感觉身心俱疲 自从婚后 我是一天好日子没过过 哪个女人像我这样呢 我一心想要嫁给杨晨 是因为我们相爱 并非我嫁不出去 可是 这份爱 带给我的 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人 确实不应该太自私 但也不能太无私了吧 至少应该适度 婆婆的伤情 并非是我刻意造成的 我也是受害者 只不过 我伤势较轻而已 就算我欠她的 我也不应该 还起来没完没了吧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她一直瘫痪下去 那我就要伺候到她死吗 作为儿媳 尽孝是应该的 但尽孝不应该被欺压 被折磨 我对这份婚姻 有点丧失信心了 不是我爱得不够深 而是婚姻 并非两个人的事 时间又过了三个多月 有一天 我身体不舒服 所以 我跟领导请假 提前三个小时回家了 我不想让婆婆知道 我提前回来了 免得她又想方设法折腾我 我只想回卧室躺一会儿 于是我轻手轻脚的开门进屋 关好门以后 我听到厨房里有花花的流水声 我心里一惊 梁臣显然没在家 谁会在厨房里呢 我悄悄走过去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我那下肢瘫痪的婆婆 竟然站在厨房里洗水果 愣证过后 我想明白了 她的腿已经恢复了 她故意不让我们知道 本来就是 医生也说 她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而她却说 自己还是站不起来 为的 不过就是折腾我 不让我过消停日子 我气疯了 想要上前质问她 可是 想到她演技高超 等梁臣回来时 她肯定就不承认了 于是 我也不急着 和她争论了 我掏出手机 给她录了下来 这时她放在水槽边的手机响了 她背对着我 接起了电话 喂 瑶瑶啊 你一会就到呀 好的 不用买东西 免得被她发现了 瑶瑶就是喜欢梁臣的那个姑娘 看来 她也知道婆婆的身体情况 说不定 是两人商量好的 用这种方式对付我 让我崩溃 从而 选择离开梁臣 不得不说 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 心思可真够恶毒的了 婆婆挂了电话 端着水果 转过身来 看到我以后 她像见了鬼一样 惊呼了一声 手里的水果盘 掉在了地上 好玩吗 成天霍霍我 很过瘾是吧 你还可以更卑鄙一点吗 她顿了一下 然后说 我就是今天感觉腿能动了 所以才下来走走的 继续骗 我看着她 她火了 骗你怎么了 你以为梁臣会相信你吗 我可是她亲妈 我点点头 确实 我说了她肯定不信的 吃到就好 她嘲讽的笑笑 说完就向自己房间走去 要是她看到就不得不相信了 她回头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 我不回答她 低头把手机里的视频 发给了梁臣 梁臣也十分惊讶 谁知就是气愤不已 回来以后 她和她妈大吵了一架 她说 你太过分了 没见过你这样的妈 你既然那么喜欢瑶瑶 那你和她一起过好了 我和冰冰搬出去 婆婆被气得血压飙升 又住进了医院 我对梁臣说 咱俩还是离婚吧 你别和妈对着干了 她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 你得内疚后半辈子 梁臣摇头 不 说什么我也不理 我绝不向她妥协 不管她怎么做 你受委屈了老婆 以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我想了一会儿 然后点头 好吧 我确实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 何况她一向很维护我 我和梁臣第二天就租房搬了出去 从此日子千尽了 至于婆婆 我不想看到她 她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我没法原谅她 就这样 各自安好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